吃了這個48年沒有生病過 古書上面有記載 我是瞎掰的真的被我們 不是 他是有托夢跟你講嗎 不然你怎麼會這樣 我不知道要長什麼樣子 還有什麼 對 小時候爸爸都把咖啡菜來煮湯 叫我們喝 他說喝了你可以降火氣 現在我很多糖尿病病人 都喜歡吃咖啡菜 因為有人不 以前這個菜只有國王才吃得到 這是禁貢用的 皇帝才吃得到 大家好 我是亞方 觀眾朋友今天我們要好好吃菜 那麼好好的來吃這一些蔬菜 據說我們今天要說的蔬菜 百分台灣 全台灣 可能超過一半以上 家裡還是外食 都很少吃到 為什麼 有人說他的味道大 有人說是買比較不方便 不一定喔 這些菜都是兩顆心 為什麼兩顆心 我大概跟大家說 因為我們可能很多人吃膩的 包括豆芽菜 餐桌上可能有 常常會有高麗菜 花椰菜 菠菜 白菜 但是今天我們一定要把這些菜 以後通通要夾到你的餐桌 就是在你的餐桌上 或夾到你的飯菜裡面 因為會越吃越健康 好 怎麼吃 怎麼逛 我們邀請到專家 跟我們好好的分享 營養師 謝謝方老師 謝謝老師 好 接著我們又歡迎李老師 你好 好 帥廚師也是國宴育 雷師傅 哈囉 好 今天我們請到了一位野菜達人 他是抗癌專家 菸姐 菸姐 菸姐是從高雄來 今天也幫我們帶了很多很多的野菜 其實這個野菜有時候 你可能 一個看到 不幸福 但是你如果真的吃下去 哇 絕對是不是很健康 而且都是本土的 對啊 我們能夠買本土 當季當季是最好 它有什麼樣的好處呢 抗老房還夠心臟 這對現代人來講太需要了 而且都是隱藏版的絕式好菜 好 我們進一步再來看一下 到底哪些 它有什麼特色 一般老師先講一下 這些舊荒蔬菜 所謂舊荒是說 不管你台風過後或台風之前 或者有什麼樣的狀況 它的價格波動都不會太大 但它是好食材對不對 對 台灣有很多野生種的蔬菜 只是大家忽略 它為什麼可以野生種呢 表示說它比較能夠 耐住我們氣候的變化 因為氣候變化之後 因為我們過去 可能一些冠型蔬菜 我們可能喜歡吃菠菜 吃高麗菜 高麗菜 那種一直種 這些土地就是養分 一直吸收之後 是不是為了以後種它更多的話 也就是我們常吃這些菜 應該就是農民比較大量在種 比較很商業價值 或經營價值比較高的 對 如果說我們一個土地 平常都種高麗菜之後 那塊土地的營養 都被高麗菜吸收了 所以其實我們要輪根 對我們來說會比較好 可是因為我們習慣吃這些菜 我們都忽略到其他菜的好處 所以其實我們的委會也很認真 幫我們找一些我們的原生種 還有原住民喜歡吃的菜 所以把這些菜再引進過來 所以他們找出一些所謂 耐氏 耐漢 抗逆境的 因為現在氣候變化了對不對 可能有時候很熱 有時候又很冷 所以這些菜它能夠抗逆境 而且它價格相對就比較穩定 我取代一些商業栽培的蔬菜 可以霸氣供貨 你看霸氣 今天會介紹一些菜就是說 它非常好種 可是營養價值絕對不舒服 我們現在所吃的菜 再來就是說 它的營養價值的爆表 為什麼爆表呢 我先講一下你知道嗎 我們台灣就是有一個 很厲害的一個學校 一個大學 它就針對台灣本土一些野生蔬菜 做個研究 18種野生蔬菜 結果它裡面的抗氧化成分 竟然優於我們日常生活 常吃的 把菠菜都打敗了 所以今天我們把那打敗菠菜蔬菜 介紹給你看 然後再氣味 你看我們說得很有霸氣 因為你吃這麼野菜 你看因為氣味特殊少從海 你不要看它氣味特殊 就是因為氣味特殊才好 因為有區別菜 裡面有特殊的質化物 因為今天有妍結跟雷師傅 其實兩位專家也會做菜 對 一方老師好 照顧照顧 對 有肥料 有農藥的 也能夠長 對 蟲蟲不愛吃的菜 其實是很健康的 因為這些菜很多我都吃過 我跟你講超好吃的 18種 18種很多 我們也希望說 今天我們跟大家介紹一下 不要說常常吃高麗菜 對 不說他不好 還有鍋菜 鍋菜 還有農藥太多 誰叫你吃那些菜 對 因為就是說有時候想問 你說要農藥怎麼去去除 那今天就跟大家講說 你不是要你拋棄 你現在喜歡的菜 你可以說讓你的菜 餐桌上是多樣多變的 對 吃一些你就安心 因為糖也不愛吃的菜 對不對 一種一種味道 如果你習慣它 你就會愛上它 對 那自己怎麼樣把這個味道淡化 或者把它加分 創意料理 等一下就交給你們了 好 這個叫做龍葵 我們小時候叫做黑柠菜 我們小時候田野當中 我們常常摘到 有的會長紫色的果子 對不對 是紫色的 黑紫色 截紫是黑色的 對 綠色然後慢慢變紫色 我知道小時候 對 綠色不能吃 一定要變紫色才能吃 小時候比較頑皮 好像會彈在 彈在臉上 人家眼睛上面 對不對 我們小時候都玩過中壞遊戲 年紀都差不多 好 龍葵 其實龍葵是非常好吃的 我印象中 我吃過龍葵最好吃 就是一個原名的 一個廚師在做的 他用黑柠菜去煮魚湯 我跟你講 我吃過最美味的菜 魚湯 是 很厲害 煮小魚乾 對 都會用這樣煮 煮小魚乾 它還加一些馬膏 還有刺蟲 味道超讚 龍葵好在哪裡 你知道嗎 半碗的話 它的鈣質 就有238毫克 它鐵質含量也很高 維生素C含量也很高 最主要它Beta活蘿蔔素是爆表的高 那在野餡菜 野餡菜的話 我們這裡這裡有嗎 有 這裡這裡 好 我們儘量的就是說 這裡面有提到的菜 都幫大家準備來了 都是這四位好朋友幫我們帶來 其實大家看清楚 其實你可能家裡附近 都可以看得到野餡菜 這不是路邊有時候都會長這樣 不過路邊的野菜不要亂採 因為有東西它還有空氣污染 把它噴一下除草劑 而且你也要吃的時候要小心不要吃錯了 好 就是野餡 野餡菜跟餡菜味道差不多 它味道更足 你知道野餡菜 其實人家做臭豆腐 都是用野餡菜去發酵 它真的有一種特殊的味道 我講不出來 跟香菜差不多 跟香菜差不多 又比香菜更香 好 其實它煮湯不錯 煮蛋湯也不錯 它裡面蓋子含量更多 蓋子也很高 鐵質也很高 是不是爆表 這邊特別要介紹這個叫赤蔥 赤蔥又叫鳥不踏 是原住民的菜 你看它裡面最主要 它蓋子721 非常非常地高 它鐵質含量也很高 維生素C含量也很高 赤蔥只要一點點 湯頭就非常好吃 赤蔥是原住民很常用的食材 對 而且為什麼它說是鳥不踏 因為釘頭有起對吧 有刺 鳥都不敢踏在上面 因為怕會去到會起 而且據說是蔬菜之王 現在我們可以看到刺蔥是很老的 非常老的 要是要吃嫩的是不是 對 吃嫩葉 要吃它的嫩葉就對了 而且老葉的話也可以當作配料 因為基本上我們講刺蔥它 它雖然營養數很高 可是它就是調味料 香料的這個概念 所以我們可以煎蛋做這些 這是從它香的角度處罰的 OK 好 紅鳳菜這個市場上常常會看到 其實這個農藥沒有 比較少對不對 比較少 然後還有山芹菜 山芹菜就是大家有空去陽明山的時候 對 不要忘了炒一盤山芹菜 它的葉子比較綠是不是 對 這個羹可以吃嗎 可以熬湯 熬湯 其實日本料理最多用山芹菜 對 像一些什麼土瓶蒸 什麼海鮮湯 都用一點山芹菜的香味 對 味道怎麼樣 味道的話 其實它的味道就是比較濃烈一點 就是芹菜 山芹菜那種味道會比較濃烈一點 其他的話我覺得它並沒有什麼怪味道 因為早期像花洞地區 他們都會把山芹菜 對 拿來炒那個羊肉或山芹肉 以前山芹肉絲還沒有保育 所以他們都會來炒 山芹肉 對 炒肉絲 放一些香菇 放一些香菇 香菇 如果你是去那個陽明山上 吃野菜的時候 有這個 對 比較貴一盤兩百塊 自己買的應該要貴吧 這貴嗎 這貴不貴 這個不貴 已經是野菜裡面比較便宜的了 對 是喔 陽明山都比較貴 那種比較高 對 還有山芹 觀光客 好 蓋絲兩百多 一百 人都補蓋補蓋 去陽明山這個是山芹菜 地瓜圓裡面 吃的一隻狗 其實最多的 這個白頭芙蘿蔔素 也很高 菠菜 在這裡 你看一比下來之後 菠菜被人家比掉了 對不對 對 對 你不要小看這些野菜 小兵地大工 菠菜裡面 大家覺得它的鈣很豐富 會不是鐵子 是不是 你看如果跟這些野菜來比的話 都輸 如果看這一欄 對不對 這是菠菜在這裡 大家看一下 因為菠菜是算最常吃的 可是你看看 如果它跟龍捆野線刺蔥 這些比一比 包括它的鈣跟鐵 你看它這2.9 它這都是比它更高 你看刺蔥 所以這要換嗎 要換一下嗎 所以卡通影片的菠菜是騙人的 沒有 菠菜那時候不知道 我們台灣有這麼多野菜 對 你不知道 可能更越厲害 你看 你看刺蔥裡面 因為刺蔥大部分涼拌 涼拌有個好處 因為刺蔥有多歲之後 跟醬油涼拌 它裡面還有維他命C 它還有鐵質 它鐵質吸收更好 它那個加乘效果 現在講完之後 所以刺蔥這麼厲害 對 講完之後 刺蔥可能價格會大漲 但是沒有 可是現在刺蔥不是說 現在是 而且比較不容易取得 比較不容易取得 他們是這樣 如果很老的話 它只要把那個葉片這樣子 其實一刷一下 那個筋不要 把它葉片都捏碎之後 捏碎 還是OK的 他們其實原明有另外一種做法 應該是說老的時候有老的做法 反正總是有嫩的做法 老的做法 嫩的有嫩的做法 那妍姐都怎麼 妍姐你們會吃這一道嗎 就吃刺蔥嗎 還是醬料 做醬料 做醬料 然後把它弄那個 像我們肉燥飯 滷肉 對 用它那個老的老梗 直接下去燉很香 這真的是老葉還是老梗 老梗 老梗 拿去燉這樣 有刺的那個老梗 對 然後我們現在 煮排骨湯也很讚 對 然後我們現在外面不是那個 茶葉蛋嗎 對 煮茶葉蛋 就煮紅刺蔥蛋 紅刺蔥蛋 紅刺蔥蛋 你下次來教我們 紅刺蔥蛋怎麼做 這個 鈣很高 700多 WC也不低 還有它的膳纖維 老是這樣子也還OK 也很高 對 因為要看它跟其他蔬菜來比 對 不過稍微注意一下 像假離子高 萬一有些病人要限制假離子的話 這些野菜最好汆燙之後再吃 安全一點 對 那我要請教妍姐 妍姐 妳之前是不是也不太吃野菜的 對 以前的餐桌是不是都是高麗菜 或者是青江菜什麼 後來是怎麼樣會想要吃野菜呢 我是澎湖人 不是不吃這個菜 是連看都沒看過 澎湖人 聽也沒聽過 白芽菜粿 大家比較鹹菜嗎 還有海鮮 還有海� 他說連這個 我們剛剛講 他是看都沒看過 可是他是怎麼樣的機緣之下 變成野菜達人 還有這些野菜 剛剛一方老師說 你表示很認同 對不對 報表 營養報表 對不對 又霸氣 那他們會吃哪些在菜盤裡面呢 等一下跟你分享喔 讓我們多攝取 嘴 聽到手 找紅棍的 國中的手 順道 紅棍清麒豹上 一百塊 一百塊而已 勇敢的 效果讚 來自公園院實驗室 頂尖技術 天然萃取 不含西藥成分 有效法根復活 快速見效 效果滿意 法旺旺洗髮精 精華液 男女试用 康世美 毕大生计购物网 期末商城 热烈抢购中 听到手 找红军的 国众的手 顺着红军 红军清晰地扫完 100块 100块而已 勇敢的 效果赚 2017财富大角力的机会何在 台股海企投资100兆 1月7号台北台中 1月8号台南高雄 改变成现在 咨询专线 027730 9779 027730 9779 电电购品质全面提升 让您电视看得到 电电购买得到 免费服务专线 0809 058 101 最新滑流偶像戏剧 还有爱玩客 带您吃喝玩乐 超行节目推荐明星商品 这只好就是 一说铺到好的面膜 应该先拿掉 新会员送888 立即享有 现底现折 快加入电电购 粉丝团 粉丝专属 先抢先赢 季节好礼送给您 精选11住行 尽在电力购 好运年购开麦咯 即日起至2月6日 商品全面六折起 上网搜寻 好运年购 2017财富大角力的机会 何在台股海棋投资100兆 1月7号台北台中 1月8号台南高雄 改变成现在 咨询专线 02-7730-9779 02-7730-9779 好运年货开麦咯 即日起至2月6日 商品全面六折起 上网搜寻 好运年货 台北车站 仪师大台中 买车杀很大 就在超马展览馆 口臭不是漱口就会好 口臭是因为火气大 政绩加味消至丸 特别增加黄莲解毒汤 嘴达嘴口嘴草 就好哦 便逼搞回忌 正计咖啡消地丸 The Free Spirits It's for anyone who believes that every car should be a sports car The New Porsche Macan Life Intensified 加油吧 让你越吃越健康 今天好好的来吃菜 特别是隐藏版的 刚刚我们讲的 它这些蔬菜的 第一个农药很少 栽种很容易 而且很霸气 不管是天后如何的变 它的价格其实就稳定在这个地方 还有就是营养报表 比你所知道常吃的蔬菜 可能还有更高营养价值 观众朋友 我们现在有几本 好杂志要送给你 就是今天我们要 特别介绍的主题之一就是 18种明星食材 让大家越吃越健康 而且我们外食去吃 常吃这些什么 刚刚讲的 就一般般的蔬菜 大家都说朗朗上口 可是今天我们真的吃 不一样的蔬菜 那你要怎么样把这本杂志带回去呢 看康健的杂志带回去呢 我们的小老芳 现在出现在我们电视机上头了 赶快把它拍下来 跟他一起拍下来 上传到FBO 我们就送 随机抽样送你这本好杂志 包括了刚刚讲说刺冲不是现在 刺冲基本上来老了嘛 对了 刺冲就是长到这个样子 大家可以看一下 刺冲就长这个样子 真的就是上面你看有那个刺 好 越老的那个梗可能刺就越立对不对 越锐立 对 鸟真的就不敢踏上去啊 人也不敢踏啊 人不敢踏啊 可以啦 人你穿给他就好了 好 那它上面呢就分别会帮大家标几颗星 我刚刚讲说几颗星 就是表示说它是容不容易取得的 有一颗星 或是像地瓜叶就三颗星 三颗星 对 重点就是 我们可以换换餐桌上的蔬菜的口味 好 现在请四位好朋友 上前来 来夾他们喜欢吃的这些明星菜 我们早日上面有写18种 我们团队很厉害 也谢谢大家帮忙 我们现场有16种 16种 大家就会变成你了 好 谁要先夾 谁要先夾 好 一起先夾好了 一起夾好了 一起夾好了 对 我给你夾夾 我要夾夾 我都没有了 我都没有办法夾 我都要用拿的 你看 你要眼线 老师要眼线是不是 我帮你夾 老师我夾一些给他 好 等一下再看大家夾了什么 这个是台湾的红礼 到台东到处都是 夾好了 好 雷师傅先分享 你这哪里都夾得很厉害 对 好重 雷师傅选手 其实我选用这个 我选这个苦茶油跟芋头 还有三苦瓜 那苦茶油是像 就是我平常在家里面 一直在吃的油 十几年来都一直在吃苦茶油 而且我的早餐就是 你们家是哪里 云林哪里 云林的土库镇那边 生产油的地方 对 就是苦茶油麻油都有 我们去北港白白都卖 有卖配麻油跟苦茶油 对 那其实我的早餐 就到现在目前为止 我都还是吃苦茶油拌面线 每天 没有间断过 所以我觉得苦茶油 去吃了还不错 而且我觉得 那个味道是很香的 大家要买到纯的 买到纯的 而且不是 大家想像说 苦茶油有一种怪味道 其实它没有怪味道 有一个味道 那个味道 就是植物的味道 植物的味道 对 苦茶油的味道 好 那第二个像我们叫芋头的部分 那芋头 我自己拿好了 好 很重 对 其实芋头像平常我就很喜欢吃 因为像有一些芋头冰淇淋 芋头酥 甚至说以前我们在吃那个 有时候晚上或宵夜的时候 吃个芋头粥 那不会很肥吗 其实以前 晚上也不知道 对 以前就不知道 就吃 对 雷师傅越来越那个 对 可是我吃不胖 越健美 我吃不胖的体质 可以多吃一点 OK OK 好 你吃好 OK 那我们第三个 就像山谷瓜 你喜欢吃山谷瓜 对 因为我喜欢吃苦 所以呢 所以苦瓜的部分 其实我觉得 苦瓜炒那个什么 炒咸蛋很好 或炒 譬如说 泡菜 對 或炒一些我们的 排骨汤也很好喝 对 肝味很够 所以我其实这三种 是我现在目前最喜欢的 其实山谷瓜现在应该也蛮好买 但是要原生种的 就确实是比较不容易 比较少一点 对 比较少一点 好 那颜杰呢 我喜欢红凤 红凤 因为在我生病的过程当中 我大概每天都吃红凤 对 因为那时候贫血还蛮严重的 是 我常常会晕倒 所以我现在对它这个味道 已经变成一个习惯了 它也真的有一种味道 对 这味道 它体质真的含量很高 是 是最高的 是 对 没错 好 再来呢 再来就是纸酥 纸酥 纸酥 对 纸酥 它纸酥可以这样成这样吗 不是成这样 就是炒菜吗 还是什么 我也是真的是生吃 我稍微用汤 烫一下 因为我都穿烫式的吃法 对 像算比较健康的料理 对 纸酥它还可以做一些糖浆 它可以做糖浆 就是它把这个冰糖 跟这个熬起来的话 就可以放一段时间 就可以做很多的料理 是 或者甜点 比较常吃纸酥梅料 纸酥梅料 对 OK 那还有什么 那就是山芹菜 山芹菜 山芹菜 那个有没有比较特殊的味道 还是什么 你们都怎么做 这个淡淡的 都汆烫吗 我都汆烫 那不就要加什么料 酱料什么的 像纸酥这些 我就会把 我锅中 我今天煮什么东西 我就把它包起来吃 比如说有肉 烫一下 紫酥烫一下 然后夹肉 然后沾一点 红刺葱酱 了解 所以有这个 也是用野菜做的酱 对不对 那或者是这些菜 汆烫之后你会用肉 或鱼肉 应该是用肉 对 把它这些包起来 卷在一起就对了 这样吃 包菜也可以 包菜也可以 菜包菜 对 菜包 那真的是都吃菜 对 或是包饭 包面 都可以 那妍姐 你跟大家分享一下 之前你都吃些什么 现在改变之后 对你的身体健康 最大不同是什么 之前 之前就是跟一般人一样 正常的吃 正常 对 高丽菜 花椰菜等等 就是吃这一些 都吃这一些 对 那时候你知道自己离来之后 你还吃很多保健食品 对不对 对 那时候 因为我也不大懂要怎么吃 那时候心也很慌乱 那就觉得说保健食品 有很多很多的营养成分 对 那都是浓缩的嘛 就是比较 比较 比较怎么讲 比较多嘛 对 因为有时候 比如说你要它那个量的话 你可能这个要吃到一百盘 对 可是也许吃一颗就够了 对 那后来吃出什么问题 那后来吃到就是 一个礼拜就是进手术房两次 为什么 取血块 蛤 那吃到血酸 血酸 对 血酸 血酸 酸塞 酸塞 对 所以呢 今天颜姐来跟大家分享 你如果有机会 还是要吃最原始的 就是原味嘛 对 那保健食品就适量就好了 可能那时候也心慌了 我讲一下 人家给你饭 吃好的到时候 不饭来饭就吃太多就对了 还是回到 天然食材 天然食材 所以现在赶快夹 夹了这三样对不对 是 好 尼方老师呢 这个就是我们龙须菜 龙须菜 对 我们客家人很喜欢用龙须菜 炒什么 炒黄豆酱 才好吃 对 要姜丝跟黄豆酱 对 两个加在一起 就像姜丝炒大肠的料差不多 但是炒龙须菜 试试看超好吃的好不好 好 好 然后第二个我选择洛神花 为什么洛神花 因为洛神花里面有有机酸 那有机酸 其实对我们身体代谢是有帮助的 然后它里面当然有花青酸 就等于台湾版的蔓越莓 我们又可以不用加糖很好吃 对不对 然后它本身有护肝的效果 它可以等于让我们血脂肪 可以降血脂肪的效果 所以我选择洛神花 而且我自己会做洛神花果酱 超好吃的好不好 那里面 这是红梨 对 因为我们的龙葵今天不来了 所以我就选择红梨取代它好了 你本来是要那个 龙葵 鸟不踏就对是不是 龙葵不是鸟不踏 是人 是刺蟲 鸟 鸟不踏 menos 鸟不踏是另外 没有 它也是鸟不踏 鸟 没有 砌不踏 你看是鸟不踏 刚才地żej 什麼是鳥不踏的 是鳥不踏 龍葵是什麼不踏 龍葵是什麼不踏 龍葵是那個什麼 小朋友打人子踏的 對… 好 我笑一跳 好 老師呢 沒有龍葵 所以我今天從家裡摘了這個活力菜 就是日本櫻草 這個是隨便擦就火了 其實只要一個小小的盆子 你就擦著隨時都有得吃 對 活力菜 活力菜 又叫日本櫻草 怎麼那麼像是那個 那個什麼九重梗的葉子 對 而且它沒有味道 就是很容易入口 很像九重梗的葉子 對 還是像這熬梗柴的葉子 也長這樣子 它太好種就是 幾乎不會種不成功 很聰明 有一種味道 老師好像也有帶活力菜 等一下我們可以看一下 就是蔬菜的味道 它煮蛋花湯 那怎麼吃 蛋花湯 煮蛋花湯 或者我們用炒菜的時候 我們加點這個 基本上應該這樣說 野菜它的味道很容易被克服 只要一些蛋白質類的東西 像這個蛋包我們把它切絲 對 或者打個蛋花下去 好 就可以煮一 炒蛋 煎蛋 煮蛋 蒸蛋 又是什麼蛋 對 完蛋 完蛋 就是滷柴葉蛋 都可以 對 總之因為蛋白質對不對 就這樣 這樣子 第二個就是它買的時候 你會發現 野菜有一個很特別的 就是我們平常買菜一把 你買野菜就買兩把 因為它很蓬鬆 對 所以你會發現 你平常買菜買一斤 結果回到加野菜 就剩一點點 而且有很像那個當鵝 不是叫帕包菜嗎 對 對不對 它其實煮了之後就縮了 其實它也不是故意的 就現在以為他老婆 就是把菜包吃了 對 婆麗菜也是一樣 然後另外一個這個是野餡 野餡 這個很特別 這個是我們在研究裡面發現 它是連40度的高溫 都可以生長的菜 那就像溫泉菜囉 對 它非常非常好種 最擔心的是因為 現在常常 因為它在路邊野菜水溝邊都有 所以可能會有除草劑的問題 會有農藥的問題 所以我們要特別去找 就是說它一定是必須無毒 才可以吃 路邊怎麼會有除草劑 路邊 因為很多地方有除草劑 農田場邊 殘荷 我懂了 因為它可能你自己去買的時候 你不知道哪裡在殘荷 可能農夫已經噴過油 除草對不對 還有它的水溝旁邊 人家消毒 對 怕有蟑螂消毒 就要很小心 長在山上應該還好 原來是這樣 還是要小心 那這上面吃它的種子還是什麼 種子 這也可以這樣嗎 結碎 可以吃 可以喔 它也可以來炸一下 加點粉然後炸一下 炸耶 對 也可以吃 雅芳這個就是它的親戚 親戚 親戚都是鹹顆的 OK 親戚長這個樣子 紅磷是它 紅磷長得好就變這樣子 紅磷是它的親戚 對 是 長得不好就長這個樣子 對 總之它就是很營養 這又叫長壽菜 對 長壽菜 這有加分耶 對 重點是好不好買 但是今天說這應該都 現在都普遍可以買得到 所以基本上大部分的市場上 都有一攤專門 在賣這些野菜的地方 對 我也有感覺 我想要洗幾天 觀眾朋友就是說 你現在改變習慣 不要每天去那幾攤 你就洗一天 真的會讓你找到 一兩攤有在賣這種明星菜 野菜 而且這些野菜很重要 所以觀眾朋友一定要 想辦法來吃 就是你如果你種過菜 像我們甜蜜蜜 一種你就會發現說 高麗菜 華椰菜 這些十字的華科 它都是在13到18度 這個所謂的台灣很少的溫度 所以它必須很多的肥料 很多的農藥 可是它從一片田 你種下去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它不用照顧 不用農藥 不用肥料 甚至天氣不太好 它也長得非常好 懂得 所以如果大家青睞它 我們就可以少吃一點農藥 對啊 你也不必浪費這麼多水去洗它 你也要先錢 所以為什麼講CP值的明星菜 沒有講不知道 一講大家都知道 關鍵要去換一下菜 對不對 好 還有老師 這個什麼 山酥 特別要說這個山酥 是我們現在大家宣導 不要吃油 要少油 可是事實上 很多的野菜 因為它纖維比較粗糙 所以這個時候 就不要怕油 稍微放點油 山酥是需要油 比較多的油去炒的 才比較好吃 所以我們到陽明山 一定會點野菜 而且覺得非常好吃 難怪就覺得它炒那麼油 因為它油所以好吃 所以你只要在家裡 趕下油你的這個野菜 就會好吃 那它跟它的搭配OK嗎 當然是OK的 可以再加點小魚乾這些 或者薑 我至少都炒小魚乾 對 沒錯 陽明山上都炒小魚乾 少一點那種甘豆式 朋友如果怕這個苦茶油的話 其實我自己都會用這個薑 把這個薑先爆一下香 之後再把油放下去 你就會發現它會變成 另外一種香氣 就可以很容易去吃苦茶油 我的是 你還要嗎 好 剛剛好了 換我的 我的選一個比較簡單的 就是紅心的芭樂 這最天然的 顏色你看 就是紅色的 維他命C很豐富 紅梨是 要老師分享之後 我才知道說它的好 所以我現在都會用紅 可是這個紅梨不能吃多 你是不能吃太多 然後這個紅鳳菜 是因為女生都需要補鐵 雖然它的味道 我不是那麼喜歡 但是為了健康 我就把它吞下去 三個都是紅 會加一點麻油 還有薑絲 對不對 總之 我們用心良苦跟大家介紹 希望大家越吃越健康 平常吃的那幾道 我們可以慢慢 漸進式給人參加 等一下野菜達人 妍己要告訴我們 他怎麼樣 大家要越吃越健康 改變成現在 諮詢專線 零二七七三零 九七七九 零二七七三零 九七七九 聽到掃 找紅棍的 國中的掃 順調 紅棍千萬一百塊 一百塊而已 勇敢的 好賺 2017財富大角力的機會何在 台股海企投資一把兆 1月7號台北台中 1月8號台南高雄 改變成現在 諮詢專線 零二七七三零 九七七九 零二七七三零 九七七九 我們帶三立財經台 好看 好學 好實用 週一到週五 晚上九點 三立財經台 健康有方 讓您健康N四方 健康有方 在哪裡 健康有方 在哪裡 健康有方 在哪裡 我們帶三立財經台 我們帶三立財經台 三立財經台 健康有方 讓您健康N四方 期日期到1月31號 VLO群館免費 你還在等試嗎 幾日起到1月31號 百萬人工库 三送天佈制失眠 在哪裡 在這裡 在這裡 這裡 米衣和專家求求健康在哪裡 在這裡 在這裡 水噹噹 熊帶用 養生配搏 在哪裡 在這裡 健康友邦在哪裡 我們在三立彩金台 好看 好學 好實用 週一到週五晚上九點 三立彩金台 健康友邦 讓您健康恩次邦 好 繁家迷路 這一段要帶大家進入植物 野菜的大觀點 你看 很多野菜或一些菜名 我都沒看過 很多人去沙巴玩對不對 但是有一種蔬菜 它就叫沙巴 你看 沙巴 還有這個叫什麼 魚翼橄欖 魚翼橄欖 你看 有點像是那個花椰菜的就是葉子 可能是改良的 對 還有這是紅的地瓜葉 可能大家稍微有看過 這叫什麼 甲酸薑葉 甲酸薑葉 還有一個老師等一下會幫我們燙的 是這個 酸膜 酸膜 是 那吃起來什麼味道呢 等一下跟大家分享一下 不過我們先跟各位觀眾朋友說明一下 我們的家庭主婦怎麼樣變成是一位女神農呢 其實顏潔她在2009年的時候離癌 那在當時剛你有分享狂自保健品 結果開桌是因為血酸下去便宜開桌 不是因為我們來的建討 那花了三年學習藥草的知識 深入台灣各地當女神農 你還到過台東的深山 日據時代那時候我們叫做什麼 藥山 那您其實有一位貴人對不對 我們現在要歡迎這位貴人 是我們神農獎的黃奇才博士 歡迎博士 謝謝 博士 剛剛跟雅芳分享一個觀念 你說觀念 習慣 還有做法 如果這三種都沒有做到的話 沒有辦法去改變的話 其實怎麼說都沒有 所以你的觀念要改 對不對 習慣也要改 你做法也要改一下 那當然要謝謝博士 那麼多年幫大家研發出這些蔬菜 我們都沒有見過 神農獎得主 你說他70歲了 神農獎 他的神農獎 對 他老婆也是神農獎 好厲害 85年度神農獎 我95年度 那厲害 你看博士說他現在健檢都沒有紅字 厲害 七幾歲真的很厲害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都是博士研發動出來的對不對 對 我們先講一下 剛剛延節是說 有朋友跟你分享 說因為不好對不對 你來講要吃這個什麼 糯米糰 我跟他介紹就是吃這個糯米糰 那他的回應是說 我胃不好不能吃糯米糰 這個看起來長得也不像糯米 為什麼叫糯米糰博士 為什麼 因為他有黏黏的黏液 那個黏黏的黏液是那個B群 B群 B群 對 那這個料理都怎麼做 他做那個包水餃 非常非常好吃 包水餃 對 他是因為他開花之後結的種子 一顆一顆的 就像小糯米一樣 所以人家叫它糯米糰 糯米糰 其實非常好吃 這個真的是開眼睛 你有看過我們廚師都做好料理 其實我們看過這些草 但是都叫不出什麼名字 對 你看過這個草 真的嗎 不是還沒有研發出來 你看過嗎 我沒有看過 對 沒有看過 真的沒有看過 另外那個草你真的有看過 這個叫什麼名字 這個叫巴 這個就有看過 對 這個有時候在路邊 真的會看到 對 這個很多 我給鏡頭看一下 現在他就是生了黃的 那是灰嘛 對 那博士這個據說有曾經 有明代跟您 好像是跟妍姐講 對不對 在國外有報導說 有一種菜叫做羽翼感染 對不對 可以抗癌 所以博士就把它種出來 對 是 那這怎麼料理呢 以前種是銷香港 那現在是剛好我們妍姐這邊需要 就是跟妳這邊 OK 所以有這種好菜 我們都不知道 這個超級好吃 超級好吃 而且它加奇異果 跟鳳梨打成果汁一起蘸 它是抗癌的 很常用在化療常用的東西 是喔 對 這樣要汆燙過嗎 就是我們滾水燙一下就好了 避免這個大腸感菌的問題 好 還有一個很特別的 大家看一下這個葉子對不對 叫甲酸薑 甲酸薑 甲酸薑膜 薑葉 為什麼會叫 這個名字是怎麼來的 這個在原住民其實蠻普遍的 它就是 大家應該都知道有一個 有一個阿麥 原住民的 就像那個肉粽 肉粽 肉粽 對 竹粽飯一樣 它裡面包小米 是包小米 包小米 就是為什麼原住民用這個 因為原住民認為甲酸薑也好 可以治療痛風 對 所以他們原住民就吃很多 沒有沒有 我想起來了 他們把那個 就像我們肉粽那裡 把料包在這裏面 對 這也很好 對 他好像曾經分享說 他們吃這個是 他這有什麼 可以吃三高的殺手 對 是不是 對 這麼厲害 那這個也是 這個也是博士研發出來 這是高山的 高山菜 對 台東的高山菜 OK 那個什麼 你要問 馬接 馬接 我想要我上個禮拜才去而已 怎麼會有那個 好 我來幫妳看一下 這一個嗎 對 這個是 真的耶 名字 怎麼會有這個名字 字都是一樣的 為什麼叫馬接 這個馬接它是自腫瘤方面的 一般本草綱目裡面有記載 全草都可以去熬湯 讓它可以穿上黑 哦 熬湯 不是這幾年才有 其實以上看到的這些野菜 其實就是我們台灣原生種的菜 那在過去我們老祖宗時代 我們沒有這些外來種的菜 我們就是使用這些菜 什麼外來種的菜 譬如說像花椰菜 綠花椰是來自美國嘛 白花椰是來自大陸嘛 那過去沒有 我們台灣沒有這些外來種的菜 我們吃的都是 眼前我們看到的這些菜 那我們稱原住民為老祖先 他們過去也就是吃這一個東西 他們沒有這一些花椰菜 高麗菜這些東西 也就是說我們找回老祖先的好菜 就對了 對 就台灣原生種 像豬不冷啊 對 對啊 享受常吃豬不冷啊 對 客家飯有夠嗎 竹馬菜 竹馬菜 為什麼叫竹馬 竹馬 客家話講竹馬就是豬母 豬母 豬母 那因為這個都會剁一剁對不對 要不要煮過啊 就是去餵豬 難怪豬都吃起來那麼胖 那表示很營養 只是我們人好像覺得吃的 不習慣那個口感 它有紅色跟這個綠色 白色 好像 老是說這個比較有要 不是 那是開白花 開白花 對 開黃花的就不行 是這樣子 紅色的比較酸 這個在食用上口感比較好 口感比較好 炒個薑 而且這種菜燒好去燒不死它 對 燒得很一段 它有一種 酵素可以抵抗 對 那些農藥 長得非常好 真的 所以你看 所以我們吃下去會 強調的 阿薩也在不冷 待會兒我們要撩撩 像過去啊 過去我們那些爺爺奶奶他們 如果養豬的時候生病 過去沒有受醫 對不對 都是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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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小時候 有時候天氣太熱有沒有 丟了刷 阿嬤就煮給你 是說沒事 姐 那個 那個蒂寶林是不是那個 王寶川苦手含咬 18年吃的東西 這我就不知道 是這樣嗎 因為這個太好生了 也太好種 也不必種吧 是真的嗎 是是 王寶川吃了這個 48年沒有生病過 顧書上面有記載 我是瞎掰的 真的被我們 不是 他是有托夢跟你講嗎 不然你怎麼會這樣 我不知道會長什麼樣子 還有一個 這個也很棒 這是什麼 這個叫絞菜 絞菜 絞菜 這跟刀的山芹菜有點像 那不一樣 不一樣 這個我知道有些店會賣了 對 你知道我們小時候 爸爸都把絞菜來煮湯 叫我們喝 他說喝了可以降火氣 後來我很多糖尿病病 都喜歡吃絞菜 因為有人不說吃絞菜 對絞菜的方式 而且它有菊花的香味 煮下來的時候有淡淡的 因為是菊科的 所以跟刀山芹菜很像 以前這個菜 只有國王才吃得到 這是進貢用的 黃帝才吃得到 那它是不是珍珠菜也是這個嗎 對 也叫珍珠菜 它的別名 元老爺好像奇怪 我看到那個超市有時候是別什麼 好像是珍珠菜 因為珍珠菜聽起來就很 很珍貴 對 很像皇帝吃的 OK 那今天你要給我們吃的是什麼菜 酸膜 今天這個酸膜也很特別 酸膜 今天這個酸膜非常特別 它看起來很綠對不對 對 見證一下 那待會兒我煮完了以後 它會像酸菜 酸菜就是鹹菜 鹹菜 鹹菜煮起來 它的顏色就是那個顏色 味道就是那個味道 鹹菜我們都知道 它都是要醃漬過 芥菜 要醃漬過 那這個不用 因為我們身體要吃的是酸甜苦辣鹹 大家要忘記這個是自然的酸 自然的酸 我現在馬上幫大家燙 好 來 我們來燙一下好了 對 好 看 它現在是綠色的 很漂亮 這些菜就是我們過年的時候 都會吃那個常年菜 對啊 那這個酸膜它有什麼好處呢 酸膜它就是取之於我們自然的酸 身體其實我們都忘記 我們要吃酸甜苦辣鹹 對不對 酸甜苦辣鹹 要去平衡一下 對 所以我之前請人家吃酸膜 人家告訴我說 我朋友說 你這個菜不大新鮮 因為它不夠翠綠 對 好 來 我們把它裝上 我請老師他們嚐嚐 對 真的有酸酸味道 好 我把它關掉了 真的酸酸味道 吃了會流口水 馬上有脫育產生非常多 對 那這個可以包那個什麼 包肉 我們喜歡跟剛剛甲酸漿一樣 跟紫蘇一樣 可以包我們想吃的 當作中包的材料 對 很好吃 它一咬下去的時候 真的很酸 很酸 是 有點酸 它的味道就是有酸菜的味道 酸菜的味道 有酸酸的味道 剛剛直接講 它看起來好像就一片葉子 不起眼對不對 對 可是它怎麼會有那個酸 酸的 可是那種酸 要怎麼形容那個酸 也不是檸檬酸 不是檸檬那種酸是什麼酸 坦白講這酸 是我不喜歡的酸 不習慣 很像洗榨菜後那個水的味道 不是 我覺得這是什麼酸 是你吃那個青梅有沒有 梅子青梅 要行進前 你把它補一下 我覺得是那種酸 但是因為酸對我們身體好 我們要把它吃下去 好 除了這個之外 老薰他還利用五行對不對 然後這個是算五行沙拉 是嗎 對 五行沙拉 好 特色在哪裡 我們像這個紅藜芽 這是紅藜芽 很特別 那個是花椰 花椰 這個剛才我們的攝影大哥說 是什麼 不記得 他說香菇 他說這個香菇不能生吃 他說香菇不能生吃 有概念 但是呢 我告訴他這不是香菇 這是花生芽 花生芽可以生吃 今天拿一根好了 對 花生芽有什麼好處 因為花生芽裡面的白粒鹿醇 含量是最高的 比紅酒高的 而且我們說種子發芽 它能量不是最強的嗎 是不是 然後就是要沾這個五行沙拉醬 其實像我們今天現在錄影時間 是中午 我會建議紅色 紅色 對 紅色那是洛神花 洛神花補 中午生理時鐘走到補血 我們中午就補血 好吃 還在比酸膜好吃 是 好吃一百倍 好吃一百倍 好 那其他的就做搭配 晚上我建議吃黑色 黑色的 補腎水 所以補鈣 晚上就吃黑色大量 對 所以這是用五行的概念 五行的概念 去入菜這樣嗎 是 好 希望大家配了起來之後 就有人生更健康完美 雷師傅緊張了 為什麼呢 你看老師端出一盤好菜 你的呢 沒在乎 沒在乎 我們要打開馬上回來 好 米衣和專家學究竟健康在哪裡 在這裡 在這裡 吹噹噹 熊帶用 養生配搏 在哪裡 在這裡 在這裡 健康友邦在哪裡 我們在三立財經台 好看 好學 好使用 週一到週五晚上九點 三立財經台 健康友邦 讓你健康N四方 在平凡中 看見不平凡 在不同的角落 感動相同的感動 體驗超乎想像的深刻 全新量子點顯色技術 比真 更真完美 Samsung超4K電視 全球銷售No.1 三星全新為你 家電道府健檢 開放預約中 2017財富大角力的機會何在 台股海企投資一把兆 1月7號台北台中 1月8號台南高雄 改變成現在 諮詢專線 027730 9779 027730 9779 買三星家電 回函送好禮 讓你經濟報喜 欣賞試乘 來自工研院實驗室 頂尖技術 天然萃取 不含西藥成分 有效法跟復活 快速見效 效果滿意 法旺旺洗髮精 精華液 男女適用 康市美地帶生技購物網 奇摩商城 熱烈搶購中 百萬人瘋傳 酸痛貼布置失眠 在哪裡 在這裡 米衣和專家 學究竟健康 在哪裡 在這裡 在這裡 水噹噹 熊帶用 養生配播 在哪裡 在這裡 健康友邦 在哪裡 我們在三粒財經牌 三粒財經牌 健康友邦 讓您健康恩自邦 來自公園醫院實驗室 頂尖技術 天然萃取 不含西藥成分 有效法根復活 快速見效 效果滿意 法旺旺洗髮精 精華液 男女適用 康市美 力大生技購物網 奇摩商城 熱烈搶購中 想想你的未來 是享受人生 還是老弱纏身 延緩衰老 藥趁早 綠寶早金王 數千億個綠藻細胞精華 天天更新生理機能 國家認證 純天然PCGF延緩衰老 怕老喝藻金王 極品綠寶藻金王 威技廚師機 對空氣清淨嚴格把關 只為讓你大口呼吸 威技廚師機 台灣製造 專業自動化生產 廚師清淨一級節能 威技廚師機 守護健康生活 威技竟有威力 好 現在我們要創意料理了 創意料理 輸人不輸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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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輸了怎麼可以當國願玉儲 對啊 你要來到是田園益香沙拉 沙拉球 我們今天用了我們的雞肉 用了我們野菜 野菜的部分 有哪些 其實也很好取得 像我們山蔬 地瓜葉 紅心芭蕾 這剛剛我選的 然後苦茶油 芋頭 芋頭 最主要我們今天有加碼 我們今天有講到紅藜對不對 我們去買了紅藜的一個餅乾 製成的一個餅乾 要來做這道沙拉料理 這樣有嗎 全部都用得到了 還沒吃還不知道 還沒吃還不知道 一般我就說還不知道 我們現在先將我們的鍋子 稍微去把它熱鍋 現在苦茶油的部分 先不用急著放 我現在先把我們的雞肉的部分 這是鯉雞肉是不是 雞的鯉雞肉 我們去把它切成釘狀 對 這有什麼 骨骰 對 骨骰 要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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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我們現在 將我們的雞的鯉雞肉 就去把它切成塊狀釘狀 好 先把它切成塊狀釘狀之後 我現在把它放在我們的鍋子裡面 還沒有淋上油 對 對 還沒有淋上油 先不要放油 先不要放油 OK 苦茶油 把它淋上一點 在我們的雞肉裡面 這香味其實是非常非常注意 有 因為苦茶油就是會 就是有一種它的那種苦茶籽的味道 對 我們現在把它 稍微去把它拌炒一下 好 小的現在還可以幫你什麼 不用 好 在旁邊看著 好 OK 我們現在將我們這雞肉塊 就把它這樣子拌炒 那個苦茶油的味道出來了 出來了 對 其實很香 就非常香 有些人還是不喜歡那個味道怎麼辦 為了健康就要改變一下 就像剛剛博士講的對不對 對 我們的觀念 習慣還有做法 對 都要把它改變一下 其實我們等一下要教大家 苦茶油還有另外一個 可以調一種另外一個調味料的 一個大力的 一個味道 非常棒 我們撒一點海鹽 在我們雞肉上面 讓它有一點鹹味 好 那現在將我們這個 整個雞肉的部分 開始把它翻一下 大家會認為說 這個雞的裡雞肉 炒太久會不會裁 其實我跟各位講 不會 不會 對 這芋頭我去把它 稍微 把它完全煮手軟之後 再去把它壓成泥 好 壓成泥 我們現在把它放在調理盆裡面 就是蒸好 對 我們最好是用煮 讓它帶有一點水分 要煮喔 用蒸的話 可能它會太乾一點 對 所以我們讓它帶有一些水分 在我們這一個芋頭裡面 是 我現在接下來要放的是 兩顆的雞蛋 這雞蛋就是水煮蛋 我們要稍微把它剝開一下 這樣就好了 對 把它剝開一下 等於我們要把它搗碎 OK 對 好 我們吸肉這個時候 現在搗碎對不對 就把它搗碎 好的 搗碎你會 會 韌一點 對 好 就把它用力就對了 是不是 就亂攪一通就好了 對不對 好 亂攪就好了 剛才有沒有看到 像苦茶有在煎這個雞肉 會嚇嚇嚇 對 嚇嚇 其實是很漂亮的 對 我們現在可以關起火源 我們現在把我們整個芋泥 跟我們的整個雞蛋 稍微去把它搗碎之後 接下來我們要開始加我們一些 其他的一些配料了 這個紅心把它完全把它加進去 等一下把它攪拌在一起 好 接下來剛剛我們講的 這是山蘇 那不必煮喔 山蘇我們已經燙過了 把它燙過去把它切碎 對 它顏色很綠 對 很綠 把它沖燙過之後 一樣 野菜都建議燙過再燙 燙過 會比較好一點 好 另外是地瓜葉 地瓜葉它燙過 其實它的顏色會比較稍微重一點 所以我們現在把它深一點 我們現在一樣把它放進去 好 老師燙過之後 草酸也比較 對 一個草酸 會覺得很少 還有一個呢 生物鹼 生物鹼 生物鹼很重要 對 好 那我們剛才講說 我們一個秘密武器 這是真的用我們的苦茶 油跟冷爬爬 因為以前 大家會覺得說 成本很高 不敢用太好的油 所以都用 對 都用沙拉油跟蛋 沙拉油跟蛋 打發就會變成美乃滋 我們這個美乃滋 其實為了要讓我們 整個芋泥 口感更潤滑一點 讓我們這個 剛才我們老師講的 山素要有一點油 對 所以我們用苦茶油 做成的這個美乃滋 把它放進去 我們的這個芋泥裡面 雷師傅的意思就是 說你要用好的油 用好的油 對 對不對 美乃滋不是不健康 要雷師傅用苦茶油就健康 對啦 是這樣啦 練用意就是這樣 對 以前大家觀念說 美乃滋不健康 對 試啊試啊我也不太敢吃 對 其實我們 用好油打的 用好油打就可以了 加一點白胡椒粉 然後再加一點點我們的起司粉 好 起司粉現在先加一點點就好 我們等一下再加一點 這是起司粉 對 起司粉 加一點 起司粉加下去會不會不健康 起司粉加進去的話 是不會不健康 這其他一個味道 因為不是加整罐吃下去的 沒有關係 好 那我們現在呢 你家裡面老師都是要穿它 而且那麼天然 對 對 所以你不能把它 不能被比下去了 OK 好 那我們接下來剛才是用苦茶油 去把它爆炒的這個雞肉部分 對 我們都把它拿起來 放到我們的整個這個芋泥裡面 好 對 等一下你吃個餃餃就好了 餃餃就好了 對 你看這料理多簡單 因為其實就是這樣子 幾個動作 就可以把我們做在 當好的食材之後 料理也變輕鬆了 做法上也輕鬆了 對不對 一樣 餃餃的 我們餃餃的就是讓我們整個 芋泥跟野菜 還有美乃滋 這些東西 完全混合在一起 是的 對 讓它整個香味 然後完全融合在一起 越養生就是越簡單越好 是的 不要太複雜 對 所以這個蔬菜可以都按 看你自己個人這樣變化就好了 對 其實可以這樣變化 但是我們就是一般來講 不要A加B加C 三種的食材都是苦味的 我懂不懂 苦上加苦 你可以加那個剛剛酸膜 酸膜 有點酸的 我們現在要把它 開始放到我們的這一個 剛才紅藜麥的餅乾裡面 這紅藜麥餅乾 我就這樣子 把它用一點我們的這個 現在紅藜的運用很多 還有什麼紅藜蛋糕 你們也吃得到那個紅藜的 那個感覺 就是那個嚼勁的 對 對 我們稍微去把它這樣蓋起來 這個料好薄 這個料很薄 等一下吃起來會太多嗎 不會 不會 對 因為剛好午餐 午餐 對 好 我們整個 好滿足喔 這料 料什麼 真材多料 料多味美 要實在這樣 現在都把它這樣子 還有愛心 一片一片的把它用起來 好 現在嚴選過了 對 嚴選過了 把它擺整齊一點 漂亮一點 好 那你旁邊兩根那個是什麼草 那個是我們剛剛王寶川的那個草 迪波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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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到它在那邊苦手含咬很辛苦 對 我們就把它拿出來 對 拿出來給它擺一下 亮相一下 亮相一下 它才不會一直在苦手含咬 對 對 我以為是要塞到裡面的 其實 因為我們小翻 雷師傅就不用切了 就直接放下去 對啊 它還好大一點 對 對 那個沒有藝術感不行 好 國宴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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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想說 我們的這個番茄 沒有在這18種裡面 所以把它放到旁邊擺著就好了 它不是主角 今天算是配角了 所以 它用它自動轉盤 對不對 這樣洗一下 這個角度有漂亮嗎 好 你洗好了 這樣洗一下 這樣洗一下 人家要 人家要跟著這就對了 轉一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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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棒 來 看起來超好 謝謝 好 國宴來 嘗一塊 謝謝 好 來 謝謝 對 看看口感如何 快樂的人生 這個小孩應該是很棒 很棒 而且你看紅心把它在裡面 都包在裡面了 因為這真的好吃 你這個可以當彥柯菜 你這個就覺得好 然後這個沙多味 對 你這個蛋下去 你這個蛋下去 而且這個美奶 這樣子挑就很驚喜 對 我本來以為美奶 就我很台式就說 可是這樣吃沒有那種 美奶的味道 很重的那種味道 真的很好吃 我覺得那個蛋下去 就跟那個野菜味道 就回得很遠 不會 整個味道就很好吃 所以可以搭酸的 苦的 苦的 然後可以搭